节目下的寒假作业交付现场 终于迎来孩子们的加班加点 因为工期的一再拖延 工程烂尾的结局早已注定 可更加残酷的是 留给孩子们补作业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但心存侥幸的包工头 还是想做一回基建狂魔 主打一个兵贵神速 奋笔即输 势必要与命运斗争到底 有独具匠心的双刀流 将时间压缩的奥义发挥到了极致 还有更高境界的同学 开创了恐怖如斯的三刀流 四刀流 在这场史诗级工程中拼尽了全力 更有学到了周伯通的独门绝技 左右互搏双手创造奇迹 有的孩子索性就不出招了 直接来了一手毁输灭迹 家中局部失火 虽说作业烧了 但孩子的心是暖暖的 甚至有的同学 还自己研发了一套机关枪式作业写法 或许他们会明白莫伯桑的一句话 按时完工 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难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就是让你认清注定漫威的本质后 你依然拼尽全力 与命运抗争到底 虽然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夜晚真的很煎熬 但是你永远也不要害怕 因为有时候人的脆弱和人的坚强 会超乎你自己的想象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中国速度 更是体会到了什么是寒假三十天 天天跑四方 终于在最后一晚饼猪打蛋补苦当 最后还是祝愿我们祖国的花朵 能够顺利的把烂尾工程准时交付